歡迎收看台股龍捲風獲利向前 從今天1月29號 禮拜一 那當然在禮拜五PCE 美國的PCE公佈之後 美股是出現漲跌互漸 PCE來講叫通貨膨脹的一個指數 基本上它往下回 對於FED的降息會比較有利 然而本週有更多的經濟數據 不管是在FED的決策會議也好 不然像非農就業指數也罷 我講過了 當美股看不懂的情況下 就是直接來看VIX指數 來 我們來看電腦畫面 今天好厲害 有沒有發現到今天指數 果真再度出現一個上漲格局 上個禮拜有寒流來 我們是跟投資朋友講 這個寒流啊 先動到微影 再創意 再滑溯對不對 然而昨天 欸更正 禮拜五的節目 學老師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我講本週啊 就是逐漸回暖的行情 有沒有逐漸回暖 價錢指數有沒有大漲 然而今天的價錢指數為什麼會大漲 不外乎就是根據龍捲風操盤數碼 日線就要找買賣點 日KD是不是黃金交叉 並站上80軸之上 稱之為極為強勢的高檔噸化盤 週KD是不是黃金交叉 代表波段多 月KD是不是黃金交叉 代表是日線 週線 月線 同步黃金交叉 稱之為大多頭格局 有沒有影響 學老師 可是丙種資金要關門 對啊 確實沒有錯 但是在丙種資金要關門的情況下 有沒有發現到 今天的行情是指數大漲之外 上市上貴上漲的加速 也開始比較多了 有沒有印證春暖花開 本週是不是逐漸回暖 老話一句 能知明日是 江富可敵國 台積電 今天偷拉尾盤 所謂何事 禮拜五的 美國的英特爾 是大跌 是如預期的大跌 但是在大跌之下 你看喔 這叫什麼消息 你手上有我的Light Act 你幫學老師做驗證 全市場有誰 禮拜六才發Light Act 禮拜六Light Act 徐老師在 主頁有沒有跟你寫 今天主頁有沒有再跟你寫 為什麼今天講拜登要將補貼晶片數十億美元 包含台積電和英特爾錄列 禮拜五的英特爾大跌了十幾% 緊接著馬上出現了補貼晶片廠 的消息面出來 所謂何事 我今天不知道有沒有帶到英特爾那個K線給你看 很像有 有點像 應該是有 待會兒給你看PVT我再給你看 然後美股要看什麼 我講過了 美股你要是看不懂 換看VIX指數 禮拜五的VIX指數是下跌的 所以即便喔 禮拜五的 費半大跌 免英特爾大跌 因為費半的日KD是死亡交叉 那今天來講就要看他日KD有沒有辦法在80軸這個地方打下去之後再往上衝 但是你去看他周KD 還是在80軸之上高檔噸化盤 所以即便是日KD死亡交叉並跌破80軸 周KD只要撐住的話 他還是撐住來拉回買的格局 所以美股沒問題 美股現階段來看的話並沒有大問題存在 美股沒有大問題的情況下 加權指數又日線周線月線同步黃金交叉之下 當然就是要買股票 這叫理性的操作 我上禮拜有沒有講 但感性而言我們就知道 這個禮拜 就是最後交易日了 最後交易週了 雖然下個禮拜還有一個交易日 但是下個禮拜影響已經不太大了 這個禮拜大部分的人他就會想要把佈局的 可以放過年的股票先佈局完成 不想報股過年的這個禮拜就會直接賣掉 難道不是這樣子嗎 但是回過頭來看一看 剛剛那個晶片的一個補助 造就台積電拉尾盤 6000多張拉尾盤拉上去 也造就 中小型個股 台積電手穩嘛 中小型個股你看軍華 半導體設備的 制勝 出現掌停板的格局 可怕的是連6462的神盾都持續往上拉 代表什麼行情 代表投資性的買盤逐漸 震盪之後他進來卡位了 他準備要讀那個農曆年後的一個行情 投機性的買盤 雖然丙種資金 逐漸要開始關帳的動作 但有些個股似乎是壓不太下去了 他該漲還是往上漲 所以你去看神盾集團持續往上攻 半導體設備的往上攻 然後還有誰 CPU也來了 上個禮拜每個禮拜 每天跟你釘CPU概念股 今天前提也上來 光盛也上來 除此之外 連安控題材的行特 折固 會友 都大漲特漲 現階段的行情非常非常的政治 我再來跟你講 為什麼這些概念股 又會往上漲 跟美中的晶片法案會有關 跟美中的貿易戰又會有關 你看這個川普啊 準備要殺回來了 所有的問題 我講過了 當經濟的問題跟政治進行掛鉤 當政治的問題跟股票市場又進行掛鉤的情況下 誰有辦法幫你分析出來 我講過了 任何的股票都會漲 只待他背後故事寫好 誰是寫故事的人 誰又是聽故事的人 誰是說故事的人 誰是站在金字塔頂端跟你 請人家寫故事的人 道琼沒問題 道琼沒有問題 道琼日KD 黃金交叉 所以 再創歷史新高 納斯達克 也是一樣 目前來講80軸至上高檔噸化板 費城半導體 現階段是稍微出現死亡交叉 所以本周你要去看他日KD會不會跌破80軸 好 這是 美國科技類股的部分 加權現階段沒有問題 OTC類也沒有問題 所以代表指數要漲 中小型個股也要漲 全職類股也要漲 但是偏偏 要放農曆年的長假了 成交量他肯定跟不上來 量能是不是縮下來 量能縮下來 但是我們又知道指數 可能要進進漲的情況下 代表一定是個股表現 沒有錯嘛 邏輯上是這樣子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台積電拉尾盤 但是禮拜五創歷史新高的 世新 卻打下來 世新打下來的情況下 世新跌下來的情況下 卻去拉了神盾安國 神盾集團的 金利克也持續望上攻 愛不望上攻 所以世新打下來 今天只有影響到利益望和智原 創意上禮拜大跌之後 我是不是有跟你講海莉士的故事 今天是由疑似子碟回文 而創意 本週五要法說會喔 關注的重點是如何 好 來囉 我來跟你解析喔 所以我的節目 你要把它當成是連續去再看 每天都要看 雖然是快要過農曆年了 但這段時間 更重要 好學生一定是一路領先嘛 好學生有可能 別人在休息的時候 你也跟著一起休息嘛 別人在休息的時候 你更應該要加緊腳步 因為 你想要領先 就要趁人家休息的時候 才有辦法領先啦 那不是這樣子嗎 所以選後的一個行情喔 現階段以下 準備要去挑戰 看有沒有辦法 真的來到8.1% 如果8.1%的話 是要上漲1400點 今天已經佔穩了18000點 當然18000點叫做心理關卡 他的地方來講 可能載幅載成 來回去做個測試 但是不打緊 你只要選對個股來講 你基本上不會太害怕 就成如過去 大賣7802億的時候 徐老師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央行是罕見聲援台幣 然後跟投資朋友分析 三次的大賣 這一次怎麼之後下跌185點 不符合常情對不對 代表是有人進去大力的買超啊 所以每一次指數往下跌 你都不要害怕 就成如上個禮拜 雖然是拉指數 跌中小型 我就跟投資朋友講 不用怕 震盪之後還是要回來啊 中小型個股回來 震盪之後還是要往上攻啊 即便農曆年前有些個股漲不太動 分不到成交量 沒有關係 只要好的個股 我講的是好的個股 有題材性的個股 你還是可以報股過年 因為該調整的 徐老師上個禮拜 是不是調整給大家看過了 有啊 我是不是給你看AI伺服器的 唯銀唯創廣達技嘉 甚至於美超為概念股2465的利台 是不是調整給你看過 調整不是看壞 我講過了 因為下山農曆年前 有些成本比較高的 可能就要先賣 你成本低的也許就可以先保留住 因為他稍微抖一下 稍微震一下 達不到你的成本嘛 所以當時指數在最低的時候 我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是不是15978 11月1號的時候 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老鷹土石鹼準備下一餐 為什麼 因為日KD準備要黃金交叉了嘛 是不是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所以所有的操作都是根據龍捲風操盤數 日限要早買賣點 周限就要看波段 月限要看趨勢 我再強調一次 這是針對於指數 看日KD 周KD 月KD 股票不要看KD 因為KD值你容易被騙 股票要看什麼 看題材 因為股票漲在題材 盤在營收 跌在盈餘 馬上1月份要過完囉 2月份回來之後 就是要公佈1月份的營收 基本上營收也不會太好 1月份2月份是傳統的營收的淡季 因為要放假嘛 但是卻是傳統的股票市場的旺季 所以當時不是跟投資朋友推賺案 所有的動作我們都會有依循 都有依循就對了 所以行情是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農曆年前怎麼可能會大漲 日KD 黃金教授它就是漲 所以先漲453點再漲133點 再持續往上攻 再持續漲 禮拜五的指數下跌了 7點 但是上市上跪下跌加速卻比較多 我卻跟投資朋友講什麼 回來之後 我那個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下一周回來 就要逐漸回暖了 所以指數來講雖然是一樣量數 一樣有比種觀賬的問題 但是不是又卻春暖花開 主因是什麼 加權指數日週月KD同步黃金交叉 是大漲特漲的格局 沒有錯嗎 中國大陸你要特別留意喔 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美國打到中國大陸 打到它的骨子裡去了 確實中國的經濟是全速的是在做衰退的動作 包含房地產 包含科技類股都是一樣 所以當經濟不好的情況下 他就先問股會事嘛 是不是國安基金上唐 然後力往黃南降準 然後再去看喔 南北韓是不是一直在發射飛彈 但是你去看 上陣指數他就指跌會往上攻 南韓指數也開始往上攻 代表資金是往亞洲市場這個地方跑 那為什麼資金會往亞洲市場這個地方跑 有沒有可能現在市場上聰明的錢 已經在預判 FED準備要去降息了 所以Intel 禮拜五大跌 Tesla卻進行反彈 我再給你看Tesla K線圖 本週就看AI的財報 醜媳婦總要見公婆 如果你在過去去年一整年都強調 AI很好 甚至於美超為是調高 裁測目標 實際上公佈是如何 公佈完之後他又會預估 接下來行情他們怎麼看 那這些都會影響到 金融年的 AI的發展 而這段時間剛好是在我們農曆年之前 所以我們還來得及反應 很多的股票是這樣子 然後護國神山群就跟你投資片講 偽創 偽銀 廣達 技嘉 我是不是做個表格 目標價 偽銀和偽創的目標價到了 所以點到之後開始回檔修正 但是即便回檔修正 你再去看喔 他整體來看的話 他的K線是守得非常非常的平穩 點到120之後 就點到120 回 只回一天 跳空缺頭並沒有回補 又上去了 6669的圍影也是一樣 有回 跳空缺頭沒有回補完 又上去了 但是你去看成交量 成交量來講的話 可以很明確的發現到 這個地方來講是上漲的時候 量能縮下來了 偽創也是上漲的時候量能縮下來 代表追價意願並沒有很強 但反過頭來講 你也可以把合理的評估是 下面的地方 大戶已經撐到這個地方了 所以天空缺頭並沒有進行有效的回補 怎麼解釋都對 所以我也講過 我們操作股票我們都不拆 一來到我們的目標價 我們就把成本高的先賣掉 成本低的就先保留住 不管是微影也好 廣達 偽創 技嘉都是這樣做 我待會有機會給你看我們的 看我們的那個簡訊內容 所以每一次的行情你要跟上來 四星間震盪 加上去看聯發 看大力光是不是有沒有辦法當服兵 本週來講很多眾多的數據 包含好奇財報週 台積電拉尾盤 台積電設備全面狂飆 CPU概念股間兩檔股票拉漲停板 安控題材面的消息的影響 神盾集團持續在作帳 以及PCB到底可以留意誰 可以慢慢跟你講好不好 所以現在壓寶農年的開盤 開紅盤的一個行情 因為最近這三年 新春開紅盤上漲的機會都比較大 所以當然會吸引到 賭農曆年之後開紅盤行情的冷先進場卡位 美國的PC開始在往下回了 一直在回 一直在回的情況下 有沒有可能FED的決策會講什麼 目前FedWatch來看的話 三月份到底會不會降息 目前還在這邊掙扎 在拉扯 五月份降息的機率 現在稍微上去一點點到五成 但是你會發現到現階段來講 似乎他們不太需要極速的降息了 為什麼 因為股市是創歷史新高 為什麼 因為有AI效應 很多的科技類股 財報確實是比 官方預計的要來的好 原本是預期可能是硬著陸 然後變軟著陸 現在變成不著陸 經濟完全沒有被影響到 美國的經濟是非常非常的強勁 即便它升息升到5點多 5.5% 聽懂意思嗎 所以他們現在來講 開始在這個地方在搖擺 但搖擺的時間不會太久 因為今年的年底 美國要進行總統大選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會創造非常非常多的歷史數據 不含候選人夠勞 拜登如果在參選的話 你看他幾歲了 然後他們選舉的時間會拉得非常非常的長 會有很多地方可以玩 很多地方可以進行一個探討 所以美中科技占星焦點 中國是不是可以靠矽光子彎道超車 講完之後上個禮拜是不是每天跟你對 對應 呼應台灣的CPU 直到今天CPU開始在動了 早上的潛艇還有在平盤之下讓你做 买劍動作 尾盤給你拉漲停 成交量放大到1萬多張了 光盛也是一樣 成交量開始放大了 代表已經有人聽到這個聲音囉 開始進場卡位囉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禮拜 雖然教員指數會持續在做一個量縮震盪 指數可能漲 跌漲跌在1萬8附近震盪 但是中小型個股碰到題材之後 有人願意卡位 有人願意去拉抬 發現成交量 發現賣壓沒有很大情況 一拉就上去 一拉就上去 會各個逐一的點火 所以接下來就看台灣的聯發科 法說會的一個部分 那最近來講美國超級財報週 公佈出來了嘛 網飛上去了嘛 特斯拉掉下來 ABN上去 艾斯莫爾上去 英特爾掉下來嘛 是不是漲跌互建 有些好 有些不好 這個對照台股的部分也是一樣 尤其碰到了1月份 和2月份準備要公佈營收了 有些公司確實就是不好 但不好不代表它不會漲 我講過了 因為是放假的一個關係嘛 所以包含像 艾斯莫爾也好 IBM也好 是不是有搶先跟你報告 因為美股怎麼了 台股該怎麼辦嘛 徐老師先看美股 再拉回來看台股嘛 那當時來講 上個禮拜創意是不是大跌 他講說主要原因海力士 盛科訂單減少 微軟訂單 成長放緩嘛 對不對 所以創意是不是打下來 打下來過程當中 我跟投資朋友講 奇怪了 海力士明明就講說他需求強勁嗎 所以今天創意是不是上來了 不然像DDR5的茂達 禮拜五打下來之後 今天是也上來了 所以今天創意是不是 相對的質問了 先大跌 照理講還要再回撤一次 但是今天為什麼相對質問 緊接著就看禮拜五的法說會 你自己上網去看好不好 沒有時間跟你說明說那麼清楚 最主要來講 因為他的微軟訂單 真的是確實比較慢 然後他要看 他要看什麼 四大重點 你自己去看 營收和利潤啊 5奈米啊 7奈米啊 AI進度啊 對於客戶的看法 為什麼 因為他是台積電的敵系嘛 敵系的系制裁 所以你要觀察創意 觀察台積電完 觀察創意 所以當時的Intel財報 不如預期的時候打下來 我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這個跟AI沒有關係 而是AI短時間之內 Intel還吃不太到 因為AMD 美超圍 和NVIDIA先吃到嘛 Intel要慢慢慢慢的 因為AIPC他沒有辦法那麼快的上去啊 所以你看Intel打下來的過程當中 我一樣 先準備一個K線圖 大量區在一個地方 他回測到大量區了 所以他即便是跌破季線 但是回測到大量去支撐來看的話 我認為Intel他是有機會進行止跌回溫 那Intel來講是不是跟聯電進行合作 這個真的非常有趣啊 股價打下來馬上就有利益多出來 股價一打下來 你看像拜登說要支持這個晶片法 2027年才發酵 所以聯電也被拖累了 好緊接著是聯發科的法說 黃仁勳先生點名 九檔公司超級巨星 艾斯摩爾執行長說 中國晶片 需求像無底洞一樣 然後檢視消息面 省頓集團講三年營收翻倍 我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確實是可行 光S24就可行了嘛 所以省頓是不是持續往上攻 春田大庭供國劇集團營轉單 現在現階段來講 被動營建還是沒有漲到 偽創偽影是字節財報 所以偽影是不是上去了 偽創是不是上去了 拓年封關好熱鬧 美國財報超級財報週 微軟 Alphabet 亞馬遜 這些資料來講 我都全部放在我的Lite 8 還沒有加入我的Lite 8的人 記得 小老鼠iSTOCK168 iSTOCK168 小老鼠iSTOCK168 你就會發現到我們的Lite 8 準備的資料有多麼的豐富 歷史經驗 台股春節開紅盤 上漲機率高達7成 那當中來講 你會看到後一天 就是當天來講的話 上漲 如果上漲的趴數以3.8% 3.5%來看的話 你會感覺 哇 好迷人 但是你要去對照它的基期 就像2018年它上漲2.1%的時候 它基期是1萬多點 1萬出頭 3.5%的時候是1萬5 3.8%是1萬4 而現在是1萬8 你1萬8的行情 你要期待它可以上漲3.8% 4%的話 有點強人所難 如果真的達到的話 真的會超級超級無敵興奮 對不對 但你之前來講的話 你要該佈局 你要佈局好 你才有辦法享受到那個獲利 難道不是這樣嗎 緊接著 美國的超級財報週 然後來看台積電1奈米是不是來了 消息來了是不是 所以台積電今天拉尾盤 但是你要看喔 路透它出來的消息 美商務部將要求 雲端公司配合AI管制 這個是到今天 會準備要正式公佈它的細項 不然針對一下亞馬遜 Google和微軟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因為這個消息 所以導致於創意打下來 你就要去做評估的動作 但今天已經先拉到安控 安控個股 航特 拉漲停 折固 惠勇 這股票來講成績量比較小 我只是帶給你看 說消息面是這樣的影響 不見得要馬上進去做 相關的概念股 包含像網通也好 安控也好 或是網通加安控的 我們那個Wi-Fi7的Queen Card 你布局了沒有 好 我們就慢慢看下去 那當然抱一下 FedWatch來講的話 以下說要降 以下不降 以下降息機率 這個會一直在跳動 因為它跟美股的部分 它是有互相配合的 所以你自己稍微去留意一下 頻道你要把它訂閱起來 並開啟小鈴鐺 Lite 8趕快加入 S24 三星的首席推出之後 我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不然像PCB 成長6% 上看7、8、2億 當時不是跟投資朋友講滑通 我也幫滑通的題材寫給大家看過了 不只是在 飛瓶 蘋果陣營 不然像 滴軌道衛星 所以題材都準備好了 所以當時不到70塊錢的滑通 是慢慢漲上來了 今天到71塊了 那PCB鏈 五家大廠 最受惠 Intel AI PC 他提到了誰 是不是就有提到滑通 不然像星星 金像電 劍頂 漢語博德 所以有這些股票的人不會操作的 一樣來我的Lite 現在消息是出來了沒有錯 但股票來講 它還有 畢竟 個股它有自己的籌碼面上 有自己的基本面的影響 還有過農曆年前的一些影響 所以每一檔個股來講表現會不太一樣 那現階段我們是先關注在滑通的部分 包含像PC出貨 止跌回升 要看到什麼時候 今年來講 2024年大概成長率3.6% 它會慢慢慢慢緩步的回升 但是不是急速的回升 它跟AI不太一樣 所以電影投控你要稍微去留意一下 因為電影投控來講 它是做PCB的 它跟AI伺服器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它跟車用的它會有關 車用你會提到說 跟車用的會有關的情況下的話 那怎麼辦 美國Tesla是不是在往下跌 那美國Tesla也在往下跌 大量去這個地方 你就要自己去留意 它有沒有辦法進行止跌回穩 除了車用之外 它的子公司啊 開始準備要掛牌了 現階段 上去年來講的話 它說要掛牌 但是因為去年的中國大陸 IPO稍微受到限制 今年來講回過頭來 中國大陸在救市嘛 在救市的情況下 今年第一季 它有可能會搶先去做個掛牌的動作 所以消息面來講 人家開始做一個update 要做一個更新喔 那除此之外來講 同時也切入AI用的DDR 記憶體的一個模組的部分 所以稍微可以去留意 K線是回測到季線 進行止跌回穩 今天直接越過到月線位置去 稍微出量了 好 Tesla的K線圖是這樣子 那這一檔個股來講 它是不是跟投資朋友講 就是6679的 遇態 你看當時的K線是不是這樣 黑K黑K 紅K嘛 季線是不是在這邊 不拉上去了 就是開牌跟投資朋友講是遇態 是就慢慢上就上去了 現階段持續看好 WiFi期的概念股 這一檔個股 投資朋友好好去做一個留意的動作 可以佈局趕快去做佈局 那緊接來講 就講台積電了 台積電我們跳快一點 台積電現在持續望上攻嘛 然後台積電的相關概念股 之前是不是跟投資朋友 寫到Lite的主頁了 一樣都放在Lite的主頁 那均黃是不是上去了 赤剩是不是上去了 那這一檔半導體的設備概念股 邀請你來佈局 它一樣是量縮震盪整理 大幅是持續在積極加碼 NVIDIA 當時阿里騰訊說看不上 我是跟投資朋友講 回測到大量去就是望上攻 包含像AMD也好 美超微也好 講完之後持續望上攻 持續望上噴 這些個股來講的話 有壓回修正相關概念股 都可以進行留意 但是你看我們的利台 賣掉之後 它開始現階段的利台 就是在進行一個震盪整理 禮拜五是不是賣掉 今天的利台咧 今天指數大漲 今天是不是稍微漲不太動 所以每一次的進出 你要跟上腳步來 那NVIDIA來講 當時不是講偽創 不到100塊94塊 講完之後是不是望上攻 然後107漲停 支撐大量去 一樣放在Lite 1月19號的Lite裡頭 好不好 包含像這個 借券的回補的 我都幫投資朋友做 做追蹤的動作了 偽創是不是上來了 那當時跟投資朋友講 保留100元以下的持股 準備要挑戰120 保留100元以下的持股 所以衝高之下 我們高成本的會先賣 低成本的是做續報 廣達也是一樣 支撐壓力一樣放在Lite 8裡頭 然後咧 廣達是不是一樣 保留200塊以下的持股 其他續報 保留200塊以下的持股 其他要把它賣掉 技嘉也是一樣 我們也是做一個波段 技嘉我們怎麼做 3比多單嘛 保留240元以下的持股 其他的就先出掉 維銀也是一樣 維銀是保留1600塊以下的持股 其他儲清 有沒有 那AI概念股的維銀已經達標了 偽創也達標的情況下 廣達和技嘉到底哪個地方 是他的目標區 一樣來我的小老鼠 iSTOCK168 不會操作認同徐老師的理念 有需要我們幫忙的人 好好留意節目過的諮詢專線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見囉 拜拜 小老鼠 小老鼠 iSTOCK168 最新標普資訊 盤中解析 天天免費看到寶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 資格比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雞其實可 재與心未必須